下一位上场的是王晶导演 我就觉得他们对王晶导演太残酷了 上来之后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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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说人家拍烂片 确实刚才有人说了 王晶导演有一部《倚天屠龙记》 是经典吧 大家看过吧 非常经典 就是李廉杰演的张无忌 前几天确实王晶导演宣布要重拍 要拍续集 引起了全网的反对 就怕他拍烂片 我真的想替王晶导演说句话了 人家自己的经典 自己毁怎么了 毁你家经典了吗 再说就一定会毁经典吗 还是要抱点希望的 万一他不拍了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晶导演 大家好 我是王晶 实在呢 每年呢 无论我拍些什么戏 总会有人在那儿 叽叽歪歪的 不过呢 别人说我就算了 李淡 你说什么呢 你今年你看这个吐槽大会 评分好到哪里去了 平分好到哪里去了 一直都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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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还是努力点 不然你就是中意界的王晶了 还挺好啊 感觉吧 有道理啊 挺高兴的啊 挺高兴的 以前啊 拍几句很难的 因为我拍的都是帅哥 周润发 刘斗华 周星辞啊 张学友啊 又年轻又帅气 很难把他们变成 哎哎哎哎 就这样的 现在太容易了嘛 现在谁演啊 徐真啊 黄博啊 贾斌啊 一个个歪瓜裂枣的 不用拍了 站在那儿就吓死人了 贾斌是一个喜剧节目的冠军 有很多新剧 比方说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 泡枸杞 只会泡枸杞 怎么当冠军呢 要泡就泡点不一样的 泡点女演员嘛 你看人家徐真 快来不出八戒 就跑到桃红了 你怎么还在泡枸杞呢 赵任任 大钢琴美食家 她说在某个活动上见过我 可是我真的 一点印象都没有 实在我见过特别多的 美女明星的老公 我全部都不记得 也不想记得 我甚至想忘掉他们 有老公 不过呢 你今天说的那么 诚恳地浮夸 我记住你 你坐飞机去 吃个虾 吃个鱼 兄弟 别人吐槽你 我理解你 想吃条不一样的鱼 总得去远一点地方嘛 你根系小妹妹 刚才还担心自己会成为小王晶 不会的 王晶是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学系毕业的 你想成为小王晶 最少也要考个大学吧 就在这里被惩罚口诀 是考不上大学的 不过你可以当小秋树生 今天第一次看到她 听到你们讨论了好多 她抽烟啊什么的问题 好像很严重一样 其实啊 没有人是完美的 崩人设议 你们看 外表看不出来的 我看个油腻大叔 都以为我抽烟啊 喝酒啊 天天花天酒际的 只在我不抽烟 不喝酒 十点就睡觉 七点就起床 所以不要看外表 就以为李根系很清纯 只在我才是最清纯的 我还大言可爱 徐真兄 一位四十多岁的新导演 那我觉得拍五部以下的 都是新导演 他最近几年呢 就拍了三部 换到我们那个年头啊 就你这个拍片的速度啊 你演猪八戒都不用化妆了 老板直接把你打成猪头 我是一年拍七部的 徐真里的戏都很卖钱 可是演的角色呢 都很单一 演的全是中年男人 剧情也全是中年危机 可是你真要是危机也算了 你一回去泰国 一回去香港 一回去俄罗斯 不仅有钱 老婆还都想跟你离婚 这哪是中年危机啊 大好事都让你碰上了 老婆我上次磕穿过他的港肿 发现他有建设性听力障碍 当时我跟他说 喂徐真啊 下次你也来磕穿我的电影 他就 就每天一见 过两天我又问他 徐真啊 下次来磕穿我的电影好不好 他又 今天话筒声音那么大 我想问问你 下次来磕穿我的电影好不好 其实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拍烂片 我有四百多部戏 最少有一百多部 人家说我是烂的 你总共拍了三部 就有一部烂的 这个比例 李根锡都能算清楚 四分之一 少于三分之一 明明是我的烂片比你的少 对不对李根锡 算了他算不出来 不要勉强他 拍港肿的时候呢 徐真打电话来 要我帮忙去借张学友的歌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 跟学友讲 他就说他已经拿到了 灭一些啊歹楼 你跟学友更熟 那我面子不要了 就像我要找黄渤派戏 让你帮我问问有没有党籍 结果你还没问 黄渤已经在我戏里头 演金女郎了 你这么生气啊 是不是还在想 为什么黄渤能演金女郎啊 因为人家角色不单一嘛 以我的经验呢 系列电影很难保持 在同一个水准线上 你看看太炯 港炯 评分就参次不齐 可是在我眼里 能卖座的电影 就是好电影 炯妈这部片 在春节党一定卖钱 最少排在前十名 放心 谢谢大家 我是王晶 王晶导演 你真的 你看我刚替你说的话 你不能这么聊 春节党有没有十部电影 还不知道呢